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 就在这周五多晚间 莫斯科郊区一个大型音乐会场 发生了一起恶性恐怖袭击事件 现在伤亡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 据俄罗斯媒体自己的估计 这次的死亡人数恐怕得破百 发生恐怖袭击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赘述了 您各位可以自己去看新闻 咱们现在就来着重聊一聊 发生袭击之后的事情 以及袭击背后的那些事 首先就是大家最关心 也是最要命的那个问题 这事的幕后黑手他究竟是谁 首先根据央视最新的报道 当地时间3月23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的消息称 他们共逮捕了11人 其中有4个人直接参与了莫斯科州的 克罗库斯城音乐听口席 这4人曾经试图往俄乌边境方向逃脱 并过境前往乌克兰躲藏 且已经与乌克兰方面进行过联系 与此同时 俄联邦安全局表示 这起袭击事件经过周密的策划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的可怕 那就是根据俄新社发布的最新内容显示 其中一名直接参与枪击事件的凶手说 约在一个月之前 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一个陌生人发来的信息 对方直接了当的告诉他 愿意向他提供100万卢布来买凶杀人 要求他按照对方提供的那个地址 对人群发动攻击 3月4日 这个嫌疑人就从土耳其入境到了俄罗斯 并于22日参加了恐怖袭击事件 被捕的时候 他的账户里已经被转入了50万卢布 我之所以说这件事它可怕 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 事发后 国际恐怖组织ISIS的其中一支人马 马上就跳出来认领这事就是他们干的 这支武装绝对属于恐怖分子当中的一股非主流 因为有媒体之前就报道 说他们就在不久前策划了那场发生在伊朗 苏莱曼尼将军纪念日活动期间的恐怖袭击事件 当时就有不少专家表示看不懂 因为他们认领袭击事件的时间稍微有点晚 而且前后态度有点矛盾 那个时候巴以战争已经爆发 很多人就特别疑惑 这支宗教极端势力真的会在这个时候 去攻击正在跟小椅子死磕的伊朗吗 而且这一次的事情就更离谱了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宗教极端组织通过网络去买凶 而且买的是一个没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的一个路人 他就想赚点钱 找这么一个人去发动恐怖袭击的 而且还是通过转账的方式来支付报酬 真的是闻所未闻 试问这样的方式 还能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组织 发动的恐怖袭击吗 更离谱的是 根据纽约时报之前的报道 漂亮国在今年三月就收集到了情报 显示伊斯兰国的阿富汗分支 正在计划袭击莫斯科 漂亮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当地时间三月七日 还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公告 建议漂亮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之内 避免在莫斯科参加大型集会 而且不光是漂亮国一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而是六个西方国家几乎同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 这七个包括漂亮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是如何在俄罗斯大选前得知了这么一场 非典型性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呢 他们警告的是否就是这一场恐怖袭击事件呢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去问漂亮国的情报机构 你们的这个情报依据是什么 你们的情报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现在漂亮国政府又支支吾吾的 好像说不出个所以然呢 据说现在拜登登已经不接普京电话了 为什么这支非典型性恐怖组织 在经过这几件事之后 好像已经站在了西方国家的立场上一样 总是在非常敏感的时间 对一些西方讨厌的目标发动恐怖袭击呢 这种巧合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些联想 第二点 就是这次莫斯科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漂亮国和乌克兰马上就跳出来表示 自己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但是既然现在俄罗斯安全局 已经公布了袭击者联系了乌克兰方面 那么这事就是黄泥巴掉裤裆 不是响也是响了 其实从理性的角度来说 单从俄方的一面之词 我们真的很难断定 这事一定就和乌克兰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俄方既然已经公布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那么这起袭击事件 我估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必须得和乌克兰有关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还难猜吗 当然是猛烈的报复嘛 普京如果不下死手 那都对不起那80%多的选票 专门负责开口报核武器的 梅德维杰夫说的很明白了 他表示任何参与了 袭击莫斯科音乐厅的人和他们的家人 甚至连他们的狗 都会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报复 而且就在音乐厅袭击事件 发生的前后脚 俄罗斯萨马拉州的 新古比雪弗斯克的一座炼油厂 在23日凌晨发生爆炸 并燃起了大火 然后又是好死不死的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据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 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漂亮国正在敦促乌克兰方面 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 发动袭击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地球上每一件 让人感到伤感的好人好事的背后 总有漂亮国这个国际大善人的身影呢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桑啊 漂亮国这是嫌俄罗斯捶乌克兰 捶得还不够狠吗 我真的好费解啊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当天就表示 在西方介入乌克兰冲突之后 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战争 俄罗斯现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这不仅仅是一种表态 而是这场冲突的性质 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我甚至会不由的想 之前不动小泽 是因为他在乌克兰国内 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民意基础虽然持续的衰弱 但好歹还算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随着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 乌克兰老百姓期待的那种 复仇者联盟大决战时的剧情 就是漂亮国队长身先士卒 然后自由世界的援军 一个个从圈里钻出来 帮助乌克兰的那个剧情 并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 是要么流往海外 要么你就等着 在大街上哪一天就被抓障丁抓走 小泽现在已经不能代表乌克兰 那些无辜老百姓的民意了 所以如果这次的事情 俄方真的能够证实 有小泽的参与 那么俄方用一枚远程的 超高音速的 无法拦截的 直接把小泽送走 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我们顺着 我在一开始提到的 那两则新闻继续往下想 俄乌战争的烈度和广度会升级 这应该不算是一个 太过分的推论吧 那么问题就又出现了 战火持续下去 并且还有可能扩大 甚至有可能把其他北约国家 甚至欧盟国家拉下水 最符合谁的利益呢 一问出这个问题 大家是不是马上就想到了 那个举着火把的大姐 其实自打前出现以来 古今中外 但凡是影响范围比较大的战争 都伴随着资本的大规模转移 从人类历史上 第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袭击事件 十字军东征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都能清楚的看到 资本的大规模转移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跨国银行 就是在十字军东征背景之下 出现的圣殿骑士团 虽然他们的全名叫做 基督和索罗门圣殿的清贫战士 但其实他们既不来自索罗门圣殿 也一点都不清贫 他们的存在 为教皇统治之下的欧洲 带去了大量的人才和财富 还帮当时的教皇解决了欧洲许多的社会矛盾 如果没有圣殿骑士团当中那些穿着绿袍的 负责算账的那些僧侣的积累 也就不会有日后的攻击会 二战后 以援助之民开展的马歇尔计划 同样为漂亮国带去了大量的财富和人才储备 可能有小喷子又要不乐意了 可能就会说 我咋啥都能扯到漂亮国来 你这不废话吗 你难道真以为俄乌战争只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吗 在美元价值正在重置的当下 你不去考虑漂亮国 俄乌战争你能看得懂吗 收割欧洲本来就是这场战争的目的 打垮欧元就是这场战争的目标之一 我不聊资本转移 我难道聊民主自由吗 今天俄罗斯在战场上越打越顺 而且经济看起来还不错 但您各位一定要明白 它仅仅只是看起来还不错而已 就跟今天的漂亮国一样 经济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但您各位也得明白 它的不错是建立在一个主要 以G7国家资本联盟的基础之上 而且它的内部经济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要以为因为俄欧战争 今天的欧洲好像就要求着漂亮国 就要抱漂亮国的大腿 其实在经济上 谁依赖谁 这事还真不好说 它跟俄罗斯各有各的咳嗽 只不过得的不是同一种病而已 俄罗斯的经济之所以看起来还不错 是因为它已经转入了部分战时经济 它的工业生产能力 现在看似超过了北约国家 但其实并不是说它的制造业实力 真的就能够碾压北约 而是它处于部分战时经济 它牺牲掉的是未来经济的增长潜力 我说过很多次了 GDP的增长和经济活动的增长 它不是一回事啊 欧洲国家之所以不愿意也转入战时经济 哪怕只是部分转入战时经济 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欧元区日后的增长潜力 更不愿意赌上欧元的未来 去跟一个俄罗斯死磕 这个买卖明信是赔本的 如果欧洲也学俄罗斯会怎么样呢 那么已经被高价能源搞得愈陷愈死的欧洲 必将在日后的国际竞争中落后于其他主要对手 欧元这种现在唯一一种能耕率指分庭抗礼的货币 它的存在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那个最近欧洲最硬的男人 女老师征服着马克龙 一度放出过要派兵进乌克兰的豪言壮语 但就在这两天 根据政治报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马克龙在会见法国政界人士的时候表示 乌克兰可能很快就会失败 一个公开叫嚣着要派兵 背地里又清楚的知道小泽要败的这么一个人 你说他会真心要派兵去帮助一个赢不了的家伙 去跟一个有核武器的大国死磕吗 显然不可能嘛 就算他同意 我估计老师也得拿小皮鞭抽他的屁股 3月2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赫塞普伯雷利坚称 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不会派兵为顿巴斯而死 他们也不应该通过夸大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的前景 来不必要的吓唬本国公民 这说的应该就是小马了 其实很多朋友不太理解 明明俄乌战争持续下去 对欧洲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为什么欧洲还要死扛着不认输呢 马克龙现在还要一个劲的出来拱火 摆出一副不惜战争升级的架势来吓唬俄罗斯 上一期视频我已经说过了 其实就是以一种最硬的姿势在求和 其实他们担心的还是欧洲的未来 人类在开始使用纸币这种钱的替代品之后 人类就开始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要维持这种纸的价值 在很多时候跟你是不是真的牛逼 没多大关系 但是在市场中参与交易的其他人 是否认为你牛逼至关重要 可能有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老提到这个欧元 好像欧元很重要 对它真的很重要 因为欧元能否坚挺的活着 可以直接约等于欧盟能否坚挺的活着 所以不管俄乌战争最后乌克兰是输还是赢 欧元的信誉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被严重损坏 欧洲人不是不想撤啊 而是在等一个体面的撤出机制 但偏偏拜登登台不给力了 下一轮大选川宝大概率会回宫 到了那个时候 被高位套牢的就只剩下欧洲人了 到那时 如果欧洲人还想要一个体面的撤出机制 你觉得俄罗斯人会买账吗 所以那个欧洲最硬的男人就成了现在欧洲最硬的男人 而对于拜登登以及华尔街来说 俄欧战争最好的结果 就是把欧洲和俄罗斯拖入一场旷日持久 甚至是不死不休的对抗当中 不把东欧尤其是波罗的沿海那几个小凯打成章 这事就不能算完 欧洲人先是看着还在吐泡泡的北溪管道 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通畅的红海航道 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修好 修理的时候会不会再出现意外的红海水下光览 最后他们在临死前在挣扎着看一眼 从自己面前驶过的比亚迪 是问到了那个时候 这样的欧洲你还敢投资吗 还有投资的价值吗 这样的欧元和纸又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咱们再说回到这次袭击事件 我最后再说说我最真实的那个想法 就算是这次袭击事件有乌克兰的影子存在 我也觉得他不太可能是主谋 因为他既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必要 这就好比此时此刻有一个壮汉 正齐在你的身上疯狂的捶你 你不求饶也就算了 反而嘴里还在不断的问候对方的母亲 你真当这是喜剧演员在表演喜剧呢 这两天著名爆料记者西蒙赫什佑爆料称 有漂亮国匿名官员表示 漂亮国政府仍不承认双方和平谈判存在 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 与此同时也承认基辅赢得这场冲突的几率很小 文章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俄乌冲突谈判本可以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连任 以及泽连斯基败退之前 我们曾处于开启理智谈判的边缘 然而漂亮国此时却给小泽发来了最后通牒 绝不能谈判也不能接受任何调停 否则承诺给你的那些援助 你就一分都别想拿到 我觉得从这则爆料当中 我们就不难看出究竟是谁 不想让一场明知道赢不了的战争继续持续下去 还不断的怂恿欧洲国家加大对俄乌战争的介入 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凑合的话呢 麻烦您各位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您各位的支持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